事故现场地板上全都是玻璃碎片 而客运后门却撞出一个大洞 连座椅都被刺破 海绵全都掉出来 这起意外发生在15日晚间 基游暖暖区这辆787客运 在行经八堵矿工医院时 因为司机没有算准好距离 直接撞上民宅外的遮雨棚 当下铁架刺穿后车门剥离 还有一名乘客受伤 他说不需要塞这座路 塞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就去搞到 要帮忙刺在车底 客运行经本市的水源路 擦撞到民宅伸缩遮雨棚 导致遮雨棚毁损 穿到客运内部商级62岁的妇人 抵达现场时 不能右肩疼痛意识清楚 立即送往长庚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原来是一名新手司机上路 因为路况不熟 才会导致这起意外 索性车上其他乘客并没有大碍 后续客运业者恐怕要负起赔偿责任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 策离 但是 感谢观看